新聞繼續來看市江議市的東南部論社 對日空一千年開始 市場來關懷到自閉兒 在這十四月 由市長林鄭鴻 參與到會部幹部 臣王江議市關懷自閉政協會 來進行到公約物資 還有特別聽做的意義 讓協會有母的孩子 會有警戒安全守秩的環境 江議市政府 社會處處到林家維 也特別代表在市長林鄭鴻 教授感謝 他說這是一項不僅是有愛心 竟然是相當用心的社會 和我活動 愛心 救命 江議市 東南部論社 登記關懷自閉政協會 今年因為疫情嚴重 除了關注醫療劑的催安2500月 二氧化律 控訓 消毒管轄 吸收 和提供運動正確期一台之間 北極為協會學部的自閉兒 若新搭訓關注五十五公分的餘二十個 讓孩子在學習手作 和社會活動可以進行安全守秩 我們2017年開始都是有持續關懷 特別就是剛好海桶需求 然後高度 就是椅子特殊的高度 然後我們跑遍就是嘉義南北 然後剛好找到就是可以特別製作廠商 然後幫我們量身製作 然後捐獻給致比爾協會這樣子 然後還有體物偵測劑 剛好就是可以來往的人員 可以做好防禦最好的防禦措施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孩子他已經長高了 然後普通的椅子對他們來說是太低了 因為他們坐起來不舒適 他們不會表達 可是他們情緒上會有問題 那有問題的話產生就 產生出來的話就我們就很不好帶 真的很謝謝 剛才市政府社會處 處長林家衛特別代表市長林家衛 就是這場有意義的觀景 外東 以後來東南福倫社這次的觀景 不只是穿萬愛心 更加是用心的表現 那一般我們其實在賣場 能夠找到的椅子 大概都是四十五公分左右 所以我們的東南福倫社呢 特別去找專門的人來訂製 幫我們的自閉症協會 客製化了這個五十五公分的椅子 讓我們的孩子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坐起來也可以比較的舒服 我們的捐贈是一種愛心 但是今天那能夠針對我們的需求 特別來打造 那真的就是一種用心 那這也是我們市長常常在講的 其實要照顧到我們全部 我們嘉義市所有的市民 讓大家變成是一個 全靈共享世代宜居的一個好城市 社團歡迎光義市關懷自閉症協會 目前先接光義市政府 先種者下グ一天作業設施的 合部方案 我們在混亂 十二位自閉症的孩子 參加在經濟作業混亂活動 都是提供著文康休息活動 生活照顧 還有自立生活混亂客廳 當南福倫社這一次的環境 不只是讓協會的 也帮小孩提供一个舒适安宅的固定 学习环境 世新新闻丁顺乡小山 跟二次彩虹报道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更大 冲击了产业 冲击了民生 更冲击了我们的生活 在疫情稍微缓和之后 我们要来拼经济 顾民生抢商机 嘉义市就加码普发 现金两千元 我们提供了三个方式 让市民朋友来做选择 第一行 请市民朋友 直接到振兴消费金的发放所 直接领取现金 发放名单 我们会由市府统一来造册 领取通知单 在10月23号 会由里长 里干市送到市民的家中 我们可以在10月30号 31号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两天会在全嘉义市 所规划的 119个发放所 所以要拜托我们的乡亲 在早上八点半 和亚宝四点 在这两天可以前往到现场去领取 第二个 如果你在10月30、31 这两天没有办法配合 你可以利用 我们11月份 有四个礼拜 这四个礼拜 拜五 拜六 总共有八天的时间 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前往你户籍地的联合礼办公处来领取 那领取的时间 这又有点不一样 是早上9点到12点 下午2点到5点 前面所说的两个 如果你都没办法到现场来领的话 我们还有第三个方式 市民朋友 你可以选择在11月15日到11月27日提出转账的申请 那申请表你可以到市府的网站来下载 填好以后还要减负您本人身份证的银本 还有您本人的台湾银行 或是邮局的存责封面银本 将这些资料一起在11月27号以前 送到或者挂号邮寄到 东区西区的护证事务所 东区西区的护证事务所 以邮戳为凭哦 那我们的款项将会在 110年12月20号以后入账 底下我们也要特别说明 我们发放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110年8月24日 以前涉及在嘉义市的市民 那也包括了8月24号以前出生的新生儿 但是你只要在11月27号以前办好出生登记 并且入籍嘉义市 您也可以领取哦 提醒市民朋友 领取人你必须要年满20岁 还要记得携带通知单 身份证的证本和印章 如果委托他人来带领 受托人你要携带通知单 委托书 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证本 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证本和印章 我们提供这三个方式 让你来三点 但是预期没有领取 或者预期未申请转账 就是适同放弃哦 最终的截止日是11月27号为截止日 请不要忘记哦 感谢观看